所以我會把每次上課錄影錄下來 那上個禮拜的話就325部分 那也就是把一個325的那個資料 本來是一個欄 把它變成四個欄 那當然這邊我們會用到好幾個方法 首先的話我們用到Index這個函數 另外的話又可以把它改成Indirect 或者Offset甚至是VBA 我們也至少試了有四個以上的方法 那最後你要用哪個方法 我覺得你可以去挑選 也就是你可以有選擇權 也不是說你通通都不會 剛剛講這四個方法的話 那變成你要人工的方式來做 其實是會非常浪費時間的 OK 那當然哪一個比較快 其實我發現 如果越複雜的事情 越適合寫程式 所以有的時候很複雜 大部分你工作一定會越來越複雜 不可能說簡單的事情 如果你的薪水要相對比較高的話 你的工作絕對是複雜的 不會說你的工作很簡單 但是你的薪水又領得很高 不太可能吧 如果是薪水領得很高 但是做的事情很簡單的話 通常可能我們會稱它叫什麼 新聞常常講嘛 就肥貓是不是 OK 如果你工作很簡單 但是你又領很多錢 那當然 如果你的事情很多 但是你的薪水領得很少 那就是什麼 血汗嘛 是不是 剝削嘛 對不對 當然合情合理啦 我是覺得最好就是說 你能夠在你有某些專業能力 但是又可以領到你需要你合理的薪資報酬 我覺得這是合理的 不過前提還是你需要匯一點東西 我覺得程式這部分慢慢應該會變成是 大家應該都要匯的能力 基本上每個人都會寫程式 OK 其實我可以預估啦 應該20 因為我20年前就開始在教那個 很簡單的那個 還教人家 那時候還沒有Google的 那時候好像只有什麼 什麼 奇摩吧 我幫你盤知不知道這個網站 我慢慢才 奇摩會被 被Yahoo給收購了 Yahoo之後的話 才是Google啦 OK 所以其實 大概都一個演變的過程 那這種 這種專業的需求 只會越來越複雜 不會說越來越簡單 所以呢 這勢必你要 那當然你要先超前部署吧 如果你先會的話 當然相對的 你就會比別人多更多的機會 OK 好 那 像最近好像行政院那個 那個主基礎有公布那個 這個 國人的那個薪資報酬 最近好像報稅 你可以看到哪個行業別 賺的薪水是最高的 OK 其實 看起來好像金融業 真的是領的薪水 真的相對比較高一些 為什麼 你可以思考這個問題 那因為上禮拜 我可能忘了一件事 因為上禮拜可能回去太累了 我就忘了把影片上傳 那剛好那個 我們助教很貼心 就提醒我 我說老師那影片還沒上傳 有同學想要看 火速的就把它上傳了 火速就讓大家看了 因為我有時候會忘記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呢 隔了很多天之後 沒辦法看到影片的話 沒關係 你可以再提醒我一下 有時候可能會忘記這件事 但我會希望說 如果有需求 你回去一定要把你可能比較不熟的部分 把它看到熟為止 OK 那像這種技術性的東西 其實也沒什麼訣竅啦 就是會就會啦 不會就不會嘛 所以沒什麼 我是覺得沒什麼太深奧的道理 不像說哲學啦 文學啦 藝術啦 音樂這些可能相對還有很多的 這個灰色空間可以去討論的 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請各位開啟那個326這一題好了 那326這一題基本上邏輯 我大概說明一下 其實道理很簡單 就是如果今天下拉清單 第一個當然如果你想要做一個下拉清單 其實相當簡單 什麼什麼 就是如果你要做下拉清單 你有必要放這邊 從資料裡面就會有一個所謂的資料驗證 就是這個功能 資料驗證有沒有 其實你想說為什麼這邊會多一個下拉清單 其實原因就是因為 它已經在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它已經放了三個資料在這裡 資料驗證 那你可以看到它做哪些改變 第一個的話 這邊它會把原來的設定 本來應該是什麼 本來如果沒有的話 本來是任意值 如果它原來是這樣的 我先取消一下 我怕等一下那個我把它改 改回來要這個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原來是任意值 如果你用任意值的話 你會發現裡面這個下拉清單就不見了 那為什麼會有下拉清單 其實就主要優標 一放在這裡 二的話資料驗證 然後把原來的儲存格內 允許把它改成清單 並且在來源的地方 輸入三個資料 中間加墮點就對了 OK 123 按確定的話 這邊就有個下拉清單了 所以以後的話 如果假設你想要做一個下拉清單 就這麼簡單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我希望 當我點選一般的時候 它可以幫我怎麼樣 它底下這個資料本來是空的 我們先把它Delete掉好了 當我下拉清單點選一般的時候 它可以幫我做什麼呢 找到A欄裡面的資料 A欄裡面的資料 如果是一般的 就幫我把一般的資料 把它什麼 複製到這邊過來 OK 複製到這裡 那這個地方當然我們現在其實不是用土法鏈鋼 我如果今天希望能夠怎麼樣 能夠快速的完成這一件事情的話 那當然方法很多啦 其實裡面 可是這裡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因為它是一個範圍 所以如果是一個範圍的話 假設你要比對 比如說你要比對什麼 用這個儲存格跟什麼呢 跟這個範圍比對的話 哇 那你這個時候就要記得一件事情 一定要執行陣列 一對多的話 那一定要執行 那個eSale公式裡面的陣 你要什麼叫陣列 特別注意 在eSale裡面如果出現大瓜糊的話 如果你看到公式裡面有大瓜糊 那表示說它要執行的動作 就是一連串的這個範圍 OK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 那再來的話要做哪些事 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這個公式相當的複雜 所以我先直接拿這個結果 給各位看一下 那你可以開啟那個326的那個 這個參考解答 那裡面的話至少會用到幾個函數 包含就是1幅 比對嘛 如果什麼呢 如果兩個儲存格的資料 這個儲存格跟這個範圍的儲存格 假如一樣的話 第二個的話呢 那我們用index把資料抓過來 抓什麼資料 抓BCDE的資料 那當然由於用可能性 就是如果沒有 假設它不是一般的話 那可能會需要過濾 所以用if error 然後可能它要排序啦 所以你至少會用到這四個函數 而且還沒有 還不止 最後要記得執行正列 所以大概就是第一步是比對 第二步的話呢 再來就是把資料先抓過來 然後呢 最後記得要用什麼的 Ctrl Shift加Enter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最後的解答 最後的解答在這裡 對啦 if error這個 一直到這個範圍 各位看應該是第二頁 第二頁裡面的資料 那記得喔 如果你要 假設啦 我先demo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最後你想要 拿這個公式 拿來應用的話 記得喔 選取的時候 請你選大瓜壺裡面的資料 但不包含大瓜 為什麼 因為這個大瓜壺 將來你不是自己打上去的 而是必須透過Ctrl Shift加Enter 這個快速鍵所產生的 那這個動作其實是執行正列 那所以一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不包含大瓜壺 二的話呢 你就直接在這邊 把游標放在哪裡呢 放在我們的G5的儲存格上面 然後把它貼上 貼上 OK 那你可以看到這一串 再來的話 因為我們是一個範圍 哪個範圍 H2的範圍 對到哪來 H2的範圍 對到這個A2到A12這個範圍 所以是一對一個範圍 一對多的範圍 這樣子 這個對這個 所以如果你要讓它執行多次的話 不是說比一次就算了 要比多次的話 這個時候請特別注意 你就必須要在這公式上面 按下Ctrl Shift加Enter 它就會幫你多做 把這個儲存格跟這個範圍比對 那你再把它向右 向下 那這樣基本上的話呢 它就會幫我把什麼 把一班的資料呢 全部帶過來 底下如果沒有 它就把它控下來 因為用Effail過濾掉了 那我們做完之後的話 你可以把它點二班 二班就出來了 三班 三班就出來了 OK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這個公式相對的 你會發現實在是太複雜了 因為之前我曾經講 講完之後同學都無法接受 而且完全跟不上 可能講到一半 很多同學都陣亡了 後來我發現 我用了另外的話 我乾脆不要 先不要講函數 我們先講用VBA的話 反而大家都比較相對可以接受 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不要用函數 我用VBA來完成這件事情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所以待會的話 如果各位有時間的話 先試試看 這個是完成的 你們可以先試試看 因為這個公式太擁長了 所以你們可以先 把這個答案先拿來 先試試看 把這個結果 要記得 選的時候不要選到大瓜糊 避開大瓜糊 貼上之後的話 大瓜糊怎麼來的 記得是 Ctrl Shift加Enter 有沒有 Ctrl Shift加Enter之後的話 你可以發現 它這個外面會多大瓜糊 那這個動作就所謂的 在Excel的公式裡面 執行陣列 那你想說什麼叫陣列 其實如果以VBA來相類比的話 其實就有點像 在VBA裡面執行一個回圈的道理 回圈 For I 等於第二列 到第十二列 因為這個陣列 我要跑幾次 跑十一次 然後把找到的資料 複製過來的動作 OK 其實公式就這樣 但說真的 這個太複雜了 所以我們換一個方法來解說 所以待會的話 我們如果說 乾脆啦 因為我們之前先講函數 再講VBA 那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顛倒過來好了 我們直接用VBA來轉寫程式 所以如果我假設 我要寫一個VBA程式的話 解決這個問題 該如何做呢 第一不一樣 先把開發人員叫出來 按右鍵先插入一個模組 OK 第二個的話呢 一樣嘛 在這邊寫一個SUB SUB名稱的話 我們叫做班級好了 SUB 空一格 然後叫做班級 這個 Enter一下 字把它放大的話 就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把它改成至少12號字吧 OK 那再來的話 我們其實如果 我是覺得 如果用VBA來寫 有的時候相對是比較簡單一點點 怎麼說呢 如果我要執行這個範圍 那你就類似像之前一樣 我們打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第幾列呢 第二列 到第幾列呢 第十二列 指的是說 我要查詢的那個範圍 OK 第二個步驟的話 就是在程式裡面 做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判斷呢 如果呢 這個範圍的儲存格 跟這個儲存格一樣的話 那幫我把他後面 這三個儲存格的資料 複製過來 那怎麼複製 我先把底下刪掉 那我們就是寫一個 如果一負 如果什麼呢 這個儲存格 如果以這個儲存格 我們用Range來指向它 Range的哪一個儲存格 H4的儲存格 它裡面的資料 現在是一般對不對 如果等於哪一個呢 等於這個範圍 那我們可以用Sales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會變動 I列的話 它會從第二列開始 到第十二列 然後哪一欄呢 A欄 先把它比對一下 如果兩個一樣的話 然後做什麼呢 底下我習慣先把Endif 先打一下 End兩下 打一個Endif 做什麼動作呢 幫我把 如果 所以你會發現一般 這個跟這個比有沒有一樣 有對不對 那就幫我把 B C D E 這後面的四個儲存格 幫我複製到 這個位置 那這個怎麼撰寫 其實這個地方 不難撰寫 我前面蠻多同學常問到說 老師我要怎麼樣 可以把某個儲存格的資料 比如說以這個來看 我要怎麼樣把這個 B欄的資料放在 G欄的第五列的資料 這個位置 把它複製喔 其實VBA的撰寫非常簡單 其實就一行程式 把來源寫在後面 把目標寫在前面 中間加個等號就可以了 所以我的來源是這個 叫Sales的I列的B欄 所以我把它先拿上面這個複製好了 來改比較快 把它改成一個B 把它放在後面 所以中間加一個等號 意思就是我把後面的資料 複製到前面 前面這邊是哪裡 是Sales的I列的G欄 這個 我跟著一下 應該是第幾列呢 第五列對不對 所以輸入一個5 OK 然後把它這邊改成G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我把同一列的B欄的資料 幫我複製過來 所以其實如果我現在執行的話 它應該會把這個流連好 這個把它複製過來 可是底下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語文放在H 有沒有 然後數學的放在這裡 在I 所以後面的程式 它很簡單 把它改做C 然後這邊的話 把它再貼個三個吧 然後分別把這邊改成GH 然後這邊改成I 這邊改成J 然後後面的話 這邊改成BC D D E 基本上程式 接近寫好了 不過如果你現在把它執行 會不會得到我們的結果 我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不要放這邊中間 執行上面按鈕 你會發現 奇怪了 得到的結果 它有沒有東西出現 沒有東西 H4 寫錯應該是H2 應該是H2 更正一下 因為剛剛看成H4 OK好 那把它執行 那你會發現 有資料了 但問題來了 這個資料是怎麼回事 只有一個 吳文秀 為什麼呢 你會發現 問題應該出在這裡 5嘛 為什麼會只有一個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如果複製第一個過來 它放在這裡 那下一個這個又放在這裡 那會造成什麼問題呢 它蓋過去嘛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需要什麼 如果我放一個之後的話 我第一次應該是放在第五列 G5 可是我在放一個之後 我下一個要放在G6 再下一個要放G7 其實這邊可以用我們之前有寫過的 有類似有寫過一個K 這個K還蠻好用的 以後如果說你要 足以讓它往下放的話 那我好像講過 第一個的話 你可以在上面加一個K 一個變數 K預設值放在第五列 然後把這邊全部改成K 那這個當然它每一次都會是K 所以我可以怎麼樣 當它放一次之後 然後我把它加1 所以K等於什麼 K加1嘛 OK 好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好 這樣的話跟各位講 程式寫完了 事情辦完了 我們看一下 會不會把一般的資料帶過來 可以執行一下 一樣嘛 把這個執行 有沒有 一般的資料 通通都帶過來了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那你想說二班怎麼辦 二班一樣嘛 你就再切換這個 所以一樣的方式 我們就是把這個二班 改成二班之後 再執行這一段程式一下 但是會有一個問題 二班又幾個 二班又兩 一個 兩個人 可是一般好像比較多人 一般有六個人 所以變成說 這底下好像會多出一些舊的資料 那怎麼辦 比較正確的應該是 當我們執行這個程式之前 先把這個範圍資料先清除 清除的話呢 就是範圍選取Delete 如果你範圍 那當然你不會寫的話 你用錄字取緝 如果你會寫的話 有個簡單的方法 這個範圍的資料 通通清空 那很簡單嘛 範圍我前面講過 就Ranch 那跟他講說 從哪一個出生格 從G5到J12 從G5-J12 幫我清空的話 那其實等於空置串就可以了 這樣也可以啦 或者是你另外寫法 是點什麼 點Clear Contents也可以 Clear Contents 清除內容 兩種方法都可以 一個是篩空的 就在這個範圍 一個是清除內容 反正結果都一樣 看你習慣用哪個方法 現在我們比較常寫這樣 那就寫這樣OK 那它就會怎麼樣 在程式剛開始的時候 所以你可以講 一 當我這個地方 請各位自行在寫註解 當程式執行的時候 我們先清除掉 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 第二的話 就是我逐一的去查詢 跟H2裡面一不一樣 如果一樣的話 把後面這四個儲存格的資料 複製到這個底下的四個儲存格 註解請各位自己寫一下 我前面講過 註解這個是 每個人寫都不一樣 避免抄襲 OK 那你就把註解稍微寫一下 那我們最後試試看 要不OK 執行一下 二班就OK了 那這邊三班 三班再執行一下 不過最後有個麻煩的地方 好像每次都要切到這邊執行 麻煩 所以怎麼辦 我們乾脆在旁邊加一個按鈕算了 插入一個什麼按鈕 這個按鈕的話 就是當我執行它的時候 那我乾脆就按一下按鈕 這樣事情就解決了 OK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一班 一班是不是能夠把一班 有啦 OK 所以二班的話 它會先清除掉這邊的資料 再把二班的資料 再幫我搬過來 那再來就三班 OK 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那這個相關的範例 其實可以衍生的地方還蠻多的 就是以後如果你希望把各個月份的報表資料 比如說我只要一月份的報表資料 那你就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把一月份的資料撈出來就好了 當然未來可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可能它不會放在同一個工作表 可能會放在不同工作表 不過原理原則是一樣的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城市不多 但是盡量能夠把它熟練 那這個也是我們前面練習蠻多的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來 切還給各位 另外的話 這個相關的城市 如果你們要參考VBA的部分 我是把它放在這個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幾頁 第三頁的地方 試試看 第三頁的地方 好 謝謝